詞曲 君 дв 深並 故意 作詞 君 多豐 Gone 作詞 君 多豐 中詞 beneath the street 作曲 君 多豐 Vik 作曲 君 多豐ージ soir 都是清风 看过的听过的 不会是梦 你不说我痛得 因为相逢 苦过笑过 将往事尘封 苦过还能在日出 是生气 无眠就不会痛夜里凋零 如果能在沉默前拥抱你 故事结局有两尘没几 你我相逢 是命中注定 三二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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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谢谢 那有请各位嘉宾 还有记者朋友 一部厂房参观 这边请 好 好 来来这边请 菅总 请您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简爱集团 我们简爱集团呢 分为三个板块 一个板块是我们的简爱外贸 还有一个板块是移民制衣厂 另外一个板块呢 是简爱女装品牌 简总您能先跟我们介绍一下第一板 你跟简爱关系怎么样了 我们发展到哪一步你看不出来吗 看不出来啊 以前那是参股 现在啊都成一伙的了 我问你的是这个嘛 我说你们两个都关系 现在就是我们俩的关系 你知道吗 刚才你俩站在一起的时候 特别完美 真希望你们早点能成 一定能成的 能介绍一下简爱女装品牌吗 关于简爱女装品牌 可能需要魏老师来给我们做一个简答 魏老师是我们简爱女装的设计师 来 魏老师 好 我们的主打产品呢 是高端女装 我们的销售目标 是走向世界 所以 我们高端女装的设计 也融入了一些 时尚品 谁送的 怎么没有名字啊 这刚才没有这个怎么多了一个啊 谁 刚送来的吧 小妹 这个花篮是谁送来的 你注意到了吗 这个我也不知道啊 简爱 来了吧 来 怎么样啊 里面 还不错 人家反响特别大 然后还说啊 要跟我们多多合作 那挺好的 是啊 走吧 给我吧 这明明就是你做错了 你还不承认 这不是已经在解决了吗 你不要每次总是不弄清楚状况就乱发脾气啊 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我 OA系统是你们行政部在管 你跟我说你不知道 你是怎么想的 不是 你是什么人呢 你是 你凭什么教训我 凭我是公司副总 副总了不起啊 我跟简爱一起打拼的时候 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你别跟我说没用 你 有事啊 找你没事 你别紧张 我没恶意 刚才你跟梁冰在外面吵架 我都听见了 这梁冰也真是的 说话太过分 把眼泪擦干吧 他 他不就当个副总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天天气我 你 我跟你说心里话啊 整个简爱外貌 除了简爱 我最佩服的人就是你 真的 从来不图名不图力的 就知道任劳任怨 别难受了 大家心里都知道 你才是简爱外貌的元劳大功臣 他就不知道 他怎么可能不知道 他那是装傻呢 他心里比谁都清楚 他就得上来这样震得住你 给你个下马威才行啊 刚才他那么说话 他也挺难看的 咱们不丢人啊 谢谢你啊 好了 OI系统被阿娇搞得现在乱七八糟 跟单部 业务组 财务部 人事部 工厂 客户 所有的部门 就因为他的弱智 现在所有的工作量都要增加一倍 而且最可笑的是 给他提意见他都做错了 他还不听 还不许人家说他 他再这样我真没法干了 你别激动 给他点时间 他是慢了点 我跟他好好收拾 他现在真不是给他时间的问题 他的管理思路就不对 你看看当初在中坊的时候 艾米姐手底下就五六个人 把一个上千人的公司 管理得井井有条 现在呢 百日来号人 就鸡飞狗跳了 那你说如果我请艾米姐过来 带一带阿娇 会有效果吗 那当然好了 但是艾米姐已经退休了 她还愿意出山吗 我试试吧 这花也养得好 这无敌海景真是太漂亮了 你呀没事就到我们家那儿 经常来转转啊 好啊 艾米姐 您现在这日子过得 真的是太惬意了 好喜欢 来 喝点茶 尝尝我的茶 谢谢 有什么事啊 说吧 我都不好意思开口 什么事啊 其实吧 公司扩张得挺快的 但是我行政那边呢 一直都跟不上 好多东西都做得不到位了 所以我在想啊 能不能请艾米姐出身 帮我带一带那些年轻人 请我 这肯定不行 我都辛苦了半辈子了 总算熬到了退休 我想干我自己想干的事 你看我现在多舒服啊 我跑到你那儿去 挣那点工资 费力又操心 不去 是 您当然了 您也不缺那点钱 谢谢 而且现在这日子 过得这么舒服 所以我说嘛 我都很难开口啊 其实现在仔细想想 当初我刚进中房的时候 幸亏遇到您 您真的是我的恩师 教了我好多东西 如果我不是跟着您 基础打那么好 我哪会有现在啊 你自己也很努力 其实这么多年 也有特别难的时候 想退缩吧 进也不是 退也不是 幸亏 幸亏我遇到您 还有梁冰这样 又很善良 又很支持我 又教会我很多东西的伯乐 特别是你艾米姐 每次一想到你 就是我的动力 真的 我这辈子啊 我还真没有遇到过 像您对我这么好的 你一直都记得 那时候你帮我带到仓库 还有大哥 帮我修那个灯 帮我换那个锁 到现在那把钥匙 还在我抽屉里呢 现在啊 现在这些年轻人 再带他们做点事 其实也挺难的 特别像阿娇 我跟他那么熟了 我说他叫什么呢 他总是不耐烦 如果您要跟他说说 以您的资历 阅历 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样他也能够进步快一点 海米姐 真的 再帮我一次吧 除了你 这事没人帮得了我 说得挺煽情的 说得挺煽情的 好真心的 我都被你感动了 好吧 我答应了 真的 不过有一个条件 等你们的公司运营正常了 行政主管这块 都能独挡一面了 我就要走 好嘞 我特别理解 感恩 来 你要把我降职啊 什么降职啊 我是给你找了个师傅 我都从总监变成主管了 还不是降职啊 人家阿米姐来了 我当然要给一个更高的头衔了 这不是很正常的吗 你让她当董事长都好呀 你看你 你现在脾气说话越来越冲了 艾米姐是我的师傅 她真的是我见过 最厉害的一个行政总监 你难得有这个机会 你好好跟人学着点吧 你知道我求她多不容易 而且你一定要相信一点 你的进步越大 我们公司发展越快 行了 你也别给我扣高帽子了 没什么可学的 我觉得看得挺好的 我就直接跟你说了吧 你这样有好几个部门都跟你投诉了吗 我一直挺着压力呢 什么好几个部门啊 不就是梁冰吗 你看你 人家没跟你针锋相对 你要相信一点 越是有能力的人 又会指出你的痛处 人是为你好 你还得虚心学习一点 行 知道了 来 姐爱微貌创始人 尝尝 比赛做得怎么样 我可认真跟你说 艾米姐来了 手把手地教你 我希望真的能看到你的进步 别再让人投诉你了 知道了 家里还这么严肃 这是业务总监的办公室 这边是我们的茶室 这些东西都整理一下 放在那一面 不能摆在这儿 太乱了 你看这台面 都擦干净了 这个地毯呢 怎么这么毛啊 应该吸干净吧 是啊 这应该每天都吸的 整个空间 好 这个色彩特别协调 我觉得特别好 王先生 知道我们的东西 有个大部分吗 很宽敞啊 这光线还是不错的 就是觉得这部分有点乱 再怎么重新摆一下 确实是 忙吗 不忙 哎 那个艾蜜姐你认识吗 认识啊 以前是中坊外貌的 怎么了 你知道简爱 为什么要她来吗 不是说想让她来 带带你吗 简爱也是这么说的 你这么一说 我倒想起来了 这个梁冰和艾蜜姐 以前在公司的时候 关系可挺好的 当然有可能是我想多了啊 你想说什么呀 没什么 就想提醒你 以后小心点 你不把话说明白 我可不让你下班啊 哎呀 上次你不是和梁冰吵了一架吗 好像就是从那次开始 梁冰提出想找艾蜜姐来作证 有可能真的是想带带你 但也有可能 是要取代你啊 取代我 好 也没那么容易吧 那当然了 你跟简爱什么关系啊 你俩感情那么好 但是再好的感情 也架不住胖人说暖倒死了 你说我跟梁冰到底有什么丑度啊 她干嘛呀 就这么几次三番的针对我 哎呀 安静啊 我觉得你是真傻 在咱们公司 从上到下 谁不知道啊 这个副总经理的位置 虽然是我跟梁冰两个人在坐 但是于情于理 他都是你的呀 我倒是无所谓啊 只要你想要 我随时拱手向让 谢谢你啊 那梁冰可就不一样了 你在这一天 对他就是最大的威胁 他肯定是想方设法地 要把你赶走 你走了 他就完了 那我就还偏不走了 我倒要看看 到最后到底是谁 把谁给挤走 我看好你 这是我为 借爱品牌的首秀 特别设计的系列 我称出它为 天远 微风老师 是 心若天之远的意思吗 不 相思是海深 就是如天远 好啊 哪里好 说说看吗 反正我也不是特别懂女装设计 但是我觉得呀 如果有女孩 穿成这样 走在大街上 我一定会多看两页 好 好 我回去就订面料 辅料 让邱师傅做一批样衣出来 魏老师 你审一下 您收过了 我们就推向全国市场 不够 什么不够 你的野心不够啊 姐爱女装 是要冲向国际市场的 你的打算是 魏老师 我想姐爱女装的首秀 放在国外 姐爱 咱第一步就走向国际了 这 这 这步子是不是卖得有点大呀 我们的初衷本来就是想把中国品牌推向世界 对吧 但是 我支持你 魏老师 魏老师 我也支持 首秀 打算放在哪儿 K程 他不选东京 也不选纽约 也不选巴黎 也不选香港 他偏偏选了一个K程 那阿娇你说 简爱不会 不不不不不不不 绝不会像你想的那样 他这个人你不了解吗 满脑子都是工作 选K程肯定也是出于工作考虑 但愿是吧 怎么啦 愁眉苦脸的 没呀 那你前段时间不是都说 你们两个已经是一伙了吗 是啊 那前一段时间他看我眼神 我觉得不一样啊 那但是最近吧 我觉得好像眼神又回去了 你还笑 又回去了 我说这事啊 就怪你 那我怎么了 你不觉得你自己磨叽吗 这么多年我劝了你多少次了 就咱俩吃饭都吃多少回了 每次你怎么说的 不着急 慢慢来 这下好了 这我不是想着 给双方一点空间吗 那你说 现在该怎么办 我可不说 我说不你又不听 你说嘛 我听就行了 那就表白呗 这么直接 直接吗 距离你上次表白多久 你自己算过吗 十年有了吧 距离我上次在推程表白失败 距离我上次在推程表白失败 已经过去十年了 来吧 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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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是真听我的啊 在哪儿 在哪里跌倒 就在哪里爬起来 什么意思 跟着去 可以说 但是 简安跟魏老师是 是去做手绣 我一个负责生产的 你说我 我拿什么名义去啊 不是 李一鸣你什么时候才能开窍啊 看个蚊子 好 不好 这次呢公安公司的选择 其实还挺多的 回头我把资料都发给您看一看 简安 这么巧啊 李一鸣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看你们俩都度假了吧 然后我想给自己发个假 你去哪儿啊 不知道呢 这给我怎么样 看看啊 是 那个 九点五十的黑厂 真是好巧啊 我刚还跟魏老师说呢 我们这趟啊 就缺个打杂的 是 是吧 来 交给你了 好好好 魏老师别管了 走吧我们 来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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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没事 没事 魏风老师 你看见 你看见那里的花店了吗 怎么了 十年前 我跟一个女孩表白 来那儿买的花 成功了吗 那花店旁边 有一块长的椅 又怎么了 有白失败之后啊 我就在那儿坐了一下子 嗯 我是觉得可能那时候啊 你还不够优秀 我是觉得也许那个女孩 脑子没想清楚啊 在这十年里 是不定 每天晚上都后悔的 林董 这是上周的所有报表 您看一下 还有什么事啊 一个中国那边的服装品牌 要在K城开性命发布会 他们现在正在找公关合作伙伴 中国的服装 绕过横枝外貌直闯K城 勇气可嘉 什么品牌 品牌名字叫简爱女装 我们要去争取吗 去 好 这么多家公关公司啊 而且水平都挺高的 那你心想哪家 其实我看这家是不错的 只是可惜 来 我来看看 奥林公关集团 东南亚最早的公关公司之一 现在全球有十七家办事处 超过三百名雇员 这么多国际品牌合作 这价格也不错 可以吧 这家公司是林氏集团的子公司 摩托已经选好了 最后压轴的这位 我想听听你们俩的意见 你选谁了 有两位候选 艾米 朱丽 更具有东方的神力 您更倾向于谁 您更倾向于谁 这两位都是当地的名模 艾米呢更西方化一些 朱丽更具有东方的神力 朱丽更具有东方的神力 我觉得更恒合天气的是朱丽 艾米 你的意见呢 你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 林董 奥林公关这边刚刚得到通知 简爱女装已经确定 聘请奥林公关 承办天远新品发布会的 所有事宜 什么 知道了 嗯 好 什么 什么 热尔康丁的酒会 哎哎哎哎哎 什么 天远地远的什么东西 你想要我切成两片吗 那那个酒会就是 一帮人自己渔进来 但这个天远 不一样了 这个新品发布会邀请了许多中国的媒体 可以帮你打开在中国的知名度 你以前对中国有兴趣吗 对 我以前有兴趣 但是是因为奥林公关在那里发展 现在他的工作就在这边了 我一个人跑那里干嘛 那你说到重点了 这个发布会是林氏集团下面的奥林公关在承办 没有 不想坐 行吧 喂 我是胖爹 不好意思我们这边没登起 是 我们知道剑爱品牌是中国的品牌 什么剑爱 那个女主要的品牌叫剑爱 剑总 助列的经纪生回复了 助列决请参加 那这样的话 这个发布会就基本成型了 另外我们策划部一直认为 有必要在新品证实发布会之前 做一个媒体见面会来游热 那需要我们做些什么呢 我们想安排 魏老师 剑小姐 李先生 与记者见面 为发布会提前早逝 而且我们想要请本地的 颇有声望的 商界和时商界证实 为发布会站台 比如说要请谁 我们要请著名市场评论家扎克 去年的亚洲环球富城两美书 注明个新董事者 当然也还有临时提换的董事长 刘恒之一起名模助理 一定要这样安排吗 一定要这样安排 从这种角度我觉得有必要 他们那边也同意了 我可以 我 我也可以 我觉得可以 好 就这么办吧 放心吧 这次不会跟他大大出场的 什么 凯凯 我们会准时出席的 这次宣请又不成功 假使没有希望了 你自己不要放弃 我会一直申请的 要是下次也申请不了呢 你放心 我一定会让那个托尼 还有那个姓芳的 为他们的行为付出代价 就算你让他们付出代价 我也还在牢里 你在牢里 他们还不知道在哪儿 你想干什么 你别管了 不能再出那种事了 你忘记上市卖客 你说什么呢 别再冒险 现在家里老的 小的都靠你了 你要是再出事 你放心吧 我心里有数 这一身 好看 简爱 好了吗 马上 来 魏老师呢 已经在那儿了 真没想到 这次魏老师愿意抛投楼边 我也没想到 我也没想到你会选择K城 选择奥林公关 选择朱立业 不是你说的吗 只有彻底面对 才能真正放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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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来吧 魏凤老师 坐 魏老师 快坐 你看 这是我们俩谈的服装小样 三位贵宾 每天见面会还有十五分钟 你们先在这里临时休息吧 林总和朱小姐马上就到了 对 谢谢 接下来的礼仇 沃尔 忘了拿些东西 你走吧 不用 不用 给老师 我突然想起公司有些事还没处聊 你走了 对不起 别不劳你啊 一具最美的泡沫 让我沉醉好酒 简讯里你穿低那温柔 感觉心被收留 那种酒味的快乐 你现在好吗 我也想听说 至少自己不用背着心痛 去爱一同 我们的故事 交出了好久 五年七个月 就是八天 不要 恭喜你 终于成为了临时集团的董事者 梦想辰真了 你知道人生 甚至最痛苦的是 Спасибо 不能逃脱 就是梦想成长的 简小姐什么时候来 来的吗 好 我出去一下 亲爱的 你在这儿 我等着你 林总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朱小姐依然那么漂亮 谢谢 没事吧 江小姐 很荣幸用戴眼镜的品牌 是我们很荣幸 能够邀请到你 戴眼镜爱女生 不好意思 你们都在这里 请我给你拍照 那我们一起吧 来 谢谢 三 二 一 谢谢 谢谢 现在 我们来自媒体的朋友 来 选择个问题 对 是 请 不好意思 对 不好意思 设计师 先生 您想在你新的工作 什么 无法往回到相思 就是 绝望到你的怀念 谢谢 谢谢 下一个问题 请 是 请 不好意思 姐姐 为什么 你选择跟Ling 联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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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一言难解 请 他 你能够更具体的 你能够讨论 你能够讨论 他的计划 在几天的计划 谢谢 谢谢 各位记者朋友 请关注一下 后天的天远发布会 魏丰老师的想法 都会在里面呈现 谢谢大家 这一项 尤其是 尤其是 谢谢 抓紧 抓紧 师姐 一定要稳 朱莉 马上到你了 怎么样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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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紧点 李明 最后一套 朱莉也该上场了 好 你暂时先不要着急 等我的电话 你暂时先不要着急 你暂时先不要着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好 好 好 i know you don't get it close to see my eyes time is precious don't you hear it don't waste the time in the moment i know you don't have to be happy no true love will never fade away 忙 忙着经历波澜 忙着积攒勇敢 漫长的灰暗 只为转弯的曙光 忙着归划日常 忙着应对无常 修炼的坦然 不管不顾的平凡 被迫的善良 窃渡着遗憾 就算原谅 生命只不过是一场流浪 怎么反复陷入悲伤 送一副他人目光 回绝了自我的欣赏 不过是一颗星光 派遣到人怀的平凡 自然的本质就是孤单 要动自我欣赏 忙 忙着经历波澜 忙着积攒勇敢 漫长的灰暗 只为转弯的曙光 忙着归划日常 忙着应对无常 修炼的坦然 不管不顾的平凡 被迫的善良 解读着遗憾 就算原谅 生命只不过是一场流浪 怎么反复陷入悲伤 从一副他人目光 回绝了自我的欣赏 不过是一颗星光 派遣到人海的平凡 自然的本质就是孤单 要动自我欣赏